Hello 歡迎回來講鞋 再加我是Karen 今天很高興可以請到Wendy 一個在Kalegory做護士的香港女生 來跟我們做過訪問 Hello Wendy Hello Wendy 其實她是由中學的時候 已經過來阿拉伯達讀書 我們其實是同一個鎮仔讀書的 雖然我們沒有做過同學 但是我也非常跟她有共鳴的 可能是剛剛來到加拿大生活的情況下 首先想問問Wendy 你來了加拿大多久呢? 2011年來 今天剛剛好底十年 你剛剛來到的時候 差別是很大 因為我知道你剛剛來到的時候 去了Stratmore 就是Kalegory隔離的一個 很多村子 很多牛 很多農場的一個地方 那你一開始來到的時候 是怎樣適應的呢? 有什麼感受呢? 香港跟Stratmore分別就很大了 因為香港很多事情做 很多事情玩 然後來到一個很小的村子 人又不認識一個人 一個人都不認識的 然後只是上學的 然後又沒有工作 然後街上有大半年都被添加了 然後又沒有車 沒有巴士 然後你收拾單車就在那裡踩 對 對 然後 對 分別就很大 然後所有事情都不適應 又不適應 對 我也很有同感 聽著的觀眾 先說一下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Stratmore 不是Kalegory本身 Kalegory有巴士 跳路有車 但是我們中學的時候 去到這個鎮仔讀書的時候 這個地方真的很少人 好像整個Stratmore 好像只有1萬多人左右 所以它是沒有巴士 的士都要叫的 不是入手就會有的 不過Kalegory也是 Kalegory不能入手叫的士 都是要Uber 或者打電話 那 Wendy 當時你去到Stratmore 距離Kalegory 差不多45分鐘 至1小時的一個村子 你看到這麼大分別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剛剛一來到 你會覺得 嘩 怎麼辦 這是什麼地方 我為什麼被人買豬仔 還是 你是覺得 這個地方 就是我需要適應的地方 然後你就 一直向前看 你就沒有想回頭 我想回香港 不想留在那裡 我覺得 你一般過來 那一刻 你有很多東西要適應的 你要上學 又要 認識新朋友 又要學這個 那 不斷地有衝擊你的時候 你都不太記得其他東西 哦 OK 那 你剛剛說 有識新朋友 學新東西 這些 那你覺得 來到適應最 講裡面呢 我們 最開心的東西是什麼 以及最有挑戰性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一開始 剛剛來到 最有挑戰性的 就是 要識新朋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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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胎 中學 你已經去到high school 就是中四以上 接著 那些人 基本上 一出生就已經認識 接著就一直一起大 某些人 小學 中學 一路讀書 那 最難的就是 要 加入去別人的群組 因為 一群組的朋友的時候 你 你一個 好像不太懂英文 人家什麼都不懂 人家的文化也不懂 人家突然走進來 這樣 識別人很難 接著 那時候 幸好的是 大學10的時候 你一定要加入PE 那我加入PE 同時 有加入 Bang 那我一向在香港都有玩樂器 那我就加入Bang 那PE和Bang是同一群組人 那你所有事情都是群體活動 所有事情都一起做 那就可以認識多些新朋友 然後 還有 它那裏叫國際學校 有很多國際學生 那 他們都很接近 那些不同地方來的人 所以 幸好 就認識到一些朋友 嗯 其實 一開始來到 認識新朋友 這件事 就一定要做 所以 就像Wendy這樣 去參加一些不同的課外活動 可能會有機會 會認識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還有 就算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Stratmore的村子 人口只有1萬多人 都會很接受一些外國人 即是國際學生 還有 我自己覺得 在加拿大 這麼久的這段時間 我覺得 我們其實 不是什麼 少數族裔的人 我們一看就知道 我們不是主流人士 不是白人 這樣 但是 其實 你一走出街 其實你都會見到 有不少亞洲人 而不是說 很奇怪 那些人不會用一些奇怪的眼光 去看我們 或者去歧視 我自己本身 就沒有說 真的試過一些 有什麼歧視的事情 可能會有人會說笑 說 你 你數學一定很厲害 那些 或者你開車很壞 那些 都會有說的 但是這些都是 說笑的說 沒有說真的 很有系統性 那樣 因為你是 亞洲人 所以就 對我做一些 很 沒有禮貌的事情 那 Wendy 你自己 又怎麼看呢 你剛才說過 Strasmoor 那邊的人 很接受 因為 見得多 其他不同國家的人 對你來說 你有沒有說 來之前 你可能會 擔心 會有些事情 但是來到之後 你有沒有改變你的想法 那些 那些 都有想過 就是來之前也有想過 就是歧視這些事情 但是 但是 聽起來 就好像加拿大 是比較少的這些問題 那來到之後 都好像 都好像 都好像沒有經歷過 就是就是 好像你那些 就是Stereotype 那樣 就是大家說笑 但是 我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嗯 嗯嗯 是啊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就算是這些講笑話 開車衰或者素學好這些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一個 認識朋友的經過 就是人家這樣說幾句 笑幾下 就做了朋友 就是這麼簡單 那 Wendy 你剛剛說 你說你在Strasmoor 那裡讀了一陣子的書 那我知道你 其實不是在那裡留下了很久 就是你已經 出來了Kalgary 那裡生活的了 那 我就想問一下 當時為什麼你搬了出來Kalgary 以及 搬了出來Kalgary之後 為什麼會一直留在這裡呢 嗯 待會兒 搬出來Kalgary 我讀了一年 就是讀了Grade 10 然後Grade 11和Grade 12 都搬出來 因為有親戚在這裡 我姑媽姑長就住在Kalgary 那 就搬回他們那裡住 就好像方便一點 就是 就吃回一些 黃色的東西 哈哈哈哈 吃那些薯條呀 薯仔呀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就一直留在Kalgary 讀了HIGH SCHOOL 那時候做大學 嗯嗯 你說在Kalgary讀大學 那當時你留在Kalgary 沒有去其他地方讀大學 那 那因為什麼原因呢 都好像沒有怎麼想過 其他外面的大學 Apply了這裡 Kalgary兩間大學 接著 接著又Apply了 低文壇一間大學 嗯 然後 接著我讀那間 很快就收了我 就是Earlier Mission的時候 然後 因為他們原本自己 又有個很好的 計劃 那我就 這樣留在這裡 你 你是讀MRU 是嗎 Mount Royal University Mount Royal University 本身其實 其實 都不是這幾年的事 其實 十年八年之前 它是一個高校 最近 就變成了 University 還有 我也聽說 不少人 如果想讀護士 都會進去MRU 你剛剛說過 其實是否專門一點 MRU的護士 這個科 其實 是個計劃不同 UofC的計劃 跟MRU的計劃不同 MRU就很專門 你實習的經驗 但是 其實你讀完 大家出來 你所有的東西 你的牌子 你所學的東西 都是一樣 只不過是 有些人就喜歡 好像UofC 就是專門 讀完 知識 技術 技術 然後 才做實習 但是 Mount Royal 就是 你同時 讀你課本上面的東西 也是同時 出去做實習 那 在最後 你的時間 也是一樣 在最後 你學的東西 都是一樣 大家 現在做事的時候 不同的同時 都不同的大學畢業 但是 大家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所以 看看你個人 喜歡怎樣 輸 其實 我想 也有關係 因為他以前是高學 所以他很多東西 都比較 實際 你一邊 讀法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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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做 以為你所說 讀完 然後到最後才真正正正 下手下腳 的分別 還有你 在讀的時候 你一開始 譬如 我們一年一開始 實習 然後相比起 學生 好像一年二才開始實習 然後 當你一年一開始 實習 你發現 完全不合我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離開 哈哈哈哈 我相信 是不是也有不少 這樣的同學 哈哈 哈哈 其實 真的 在這裡說一聲 多謝你 現在做醫護 真的非常之 這麼不簡單 尊敬 那 說到 你在MRU 讀完書 實習完了 我知道你現在 出來 做了差不多兩年 三年左右 的護士 我自己 聽回來 人們經常說 哇 護士很多的那些 牆壁的那些 那些間的 只是回到晚上很辛苦的 那些 那些 移動又 周圍都是 又不定 其實你一個 你自己的 內行人來說 你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還是其實是接受到的呢 還有 選擇這一行 是 是不是因為享受 所以 去選擇才能頂到呢 你是怎麼看的呢 上班時 但是 非常之混亂 我已經算是有個 圖案 因為我 有個 設定了的 那我自己 就只是回 早上 即是 day shift 和night shift 那 我們有些人回12個小時 有些人回8個小時 那我回8個小時 8個小時 day shift 就是 早上7點到 下午3點 下午3點 到晚上11點 那night shift 就是晚上11點 到第二天早上7點 那 那 我自己 就不喜歡 下午3點 因為 你全日就是 睡覺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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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回天 shift 和night shift 就是好像 放了班之後 還有些時間 可以約朋友 家人吃飯 那 我一開始 剛剛 開始的時候 沒有一個set schedule 就是casual 那 有 有shift 你就接 有shift 你就接 的時候 我試過 一個星期入面 翻足 day evening night 那 那 那 跟著翻完之後 那個人就瘋了 哈哈哈哈 對啦 我覺得 工作辛苦 但是 工作的利益都很大 還有 你每天見的東西 每天見的人都不同 那你就會有很多 很多的like story 有很多 你學到很多的東西 就是你見到不同的人 認識到不同的人 見到不同的情況 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喜歡這份工作 是因為 就不是 九至五 坐在辦公室裡 玩這個樣子 哦 我會輸了 還有 現在 說到 因為你是空肺科 你剛剛說到 你空肺科的護士 其實 真的很貼 現在的COVID 這個狀況 那 COVID 剛剛一起 和到現在這個狀態 對你來說 做護士的職業 有什麼 變化 或者影響呢 嗯 一開始COVID 的時候 因為 因為我們自己 原本 我們的患者 已經是 肺炎不好 全部都已經有病了 基本上已經有病了 那 雖然我們當時都很擔心 接入來的患者 即 如果我們接COVID 患者 就會影響到其他患者 會不會傳染到其他患者 那 那時候 一開始 搞了一輪的時候 醫院就轉了另外一個 unit 做專門做COVID unit 那我們的unit 就設定了 我們是最後防線 我們 空肺科 就不收COVID patient 如果一有 positive的人 我們就會傳到COVID unit 那 即是 保護我們自己的患者 還有我們要留回我們的房間 給那些 真的 因為我們還在做手術 我們那些是 是 essential的手術 那我們就一定要保護那些去做 即我們都會收 即 所以搞到我們現在 有半個unit 都是做了隔離病房 因為 你一有symptoms 的人 就要隔離 就要去做test 或者做swap 那 進來我們的unit 全部都是有那些symptoms 每個都咳 每個都吐不得氣 最後 大部份進來的人 都要去swap 就要去isolation 然後 直到他的test 回來 我們才可以搬他們 去另一間房間 對 覺得 影響 就是 變了很多 我們以前 以前 工作 不用戴口罩 除了隔離病房 然後 就開始 個個都要戴口罩 然後現在個個都要戴眼鏡 然後 就有個鬼死那麼大的google 戴在眼鏡上面 又不斷洗手 不斷做那些 防護工作 然後搞到 耳朵又痛 手又慢 真的 真可憐 之前 其實我 一陣子之前 已經邀請過Wendy 上來做訪問 但是知道 Wendy 你有近接觸 過 我不知道是你的病人 還是 朋友 但是我知道你有近接觸 過 一個 COVID的患者 那 作為一個護士 你們是怎樣去應對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沒有的了 當你知道 被人說 你近接觸 你要isolate的時候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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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天由命 但是 就是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那次沒事 幸好的是 是 是我的患者來的 那 他有症癌之後 我們就已經很快很快 將他隔離了 但是中間都有exposure的時間 所以我就隔離了 那 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上班的時候 要 洗很多手 就是 確實自己 碰完 患者之後 洗手 去 擦乾淨自己的東西 然後才去見另一個患者 真的很幸運 上次是 沒有把患者的病菌 傳給另一個患者 嗯 嗯 是啊 真是 幸運你們做齊了的事情 對 那 講到 你現在 剛剛說過 Wendy做了差不多兩年三年的 護士 那 其實你當時是怎樣找到這個職位的呢 就是 由 你轉移 畢業到現在 怎樣去 找到這份工作的呢 那 一路讀書的時候 就做實習 那 到第四年的 最後一個季節 就是 全職做實習 就是 你進去醫院 跟著一個護士 他什麼時候上班 你就什麼時候上班 就跟他三個月 然後 然後 就 派了來這個部份 然後 就是 做完 實習 畢業之後 就申請 去這個部份 然後 就很幸運 被人 聘請了 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 嗯 對 真的很幸運 因為那時候 一兩年 之前 畢業那一陣子 就 很難找工作 就是所有護士都很難找工作 他們又 減工 又 當你要聘請一個 新畢業外來 就是 不是已經在 AHA System 裡面的人 他就要 擺多一塊錢 去訓練你 然後 要多些 那我就很幸運 那我就很幸運 那個manager很好就聘請了我 我知道有其他 朋友 大學畢業之後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是 他要 他要 他最後找了一份工 上到超North 然後是駕駛十幾個小時的 一個 郊外的醫院 噢 哇 那你剛剛說 你剛剛畢業的時候 那這個AHS就是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他們就Cut Budget 那你就是或者是一個 Lucky那個 所以就找到這份工了 你其他 朋友啊 或者同學啊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找到工 除了Practicum 可以直接 可以Streamline 去找到那份工之外 都是 就這樣 Apply 很多new grant Apply 工 你可以上網 Apply 或者你可以 拿著自己的 resume 然後走進去unit 找個manager 就說 你請我 嗯嗯 我覺得反而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現在COVID 或者是 科技發達 就上網上 Apply 但是有很多 譬如 我自己做 瑜伽 這樣 或者是 我估計你們Nursing 可能都是 類似因為 當你去做這些 經常都要對人的職業的時候 你個人 表現出來 直接去 主動地 去找人 告訴別人 真的有誠意 去做這份工 的時候 被 錄取的機會 我覺得是大 就這樣 email 因為email 你可能一天 有幾十份 幾百份email 他們 HR那邊會收到 但是如果你真的走進去 讓別人看到 你的誠意 尤其是那個manager 如果他真的喜歡你 其實可能 直接就可以跳過 所有HR的事情 就可以直接去聘請你 所以一些 如果在看的觀眾 在想 會不會 找工作很難 上網 訂CV 是不是真的可以 其實你真的可以 走進 一間 無論你想做什麼職業 也好 Networking 去找工作也好 或者真的 完全不懂的 走進店裡 跟人說 請不請人 都可以的 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如果真的看的 觀眾有興趣 想做護士的 他們 有沒有說 Wendy 你會不會說 他們要具備什麼 特質 能力 或者學歷 才可以 有機會去做到呢 學歷的話 你肯讀就可以 你一開始讀之前 大家都不懂 這些專業的東西 你也是 進去讀 的時候 你就慢慢學回來 還有 我覺得 做護士的特質 是 你要 有愛心 然後 就不要怕髒 因為 讀完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 醫療 你可以做的 你不一定要在醫院裡做的 你可以去其他 不同的 醫院 診所 保險公司 都會請護士 之前有朋友在亞馬遜 做的 你到處都要護士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是 你讀書的時候 就一定要經歷醫院那段時間 你就一定要做些 很多人都不想做的事情 有些 骷髒的 有些 你在醫院裡面 什麼都會看到 如果你捱過那段時間的話 你就 出來 就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選擇 嗯 嗯 那你剛剛說到 你有朋友 去到亞馬遜那裡做護士 還有 這個保險公司都會請護士 其實這個我真的 我真的第一次聽 我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啊 之前的朋友在亞馬遜做 就是 Kalgary的衣服 剛剛開的時候 那 你要 Occupational Health 他進去做的 他跟我說就是 他進去幫忙 設置那些 那些 Rules Protocall 如果有些人受傷 或者 他做education 教一些人 怎樣去 可能 搬東西 或者 怎樣可以 就是 明確不要弄傷 他進去做 就是做那些事情 那 那 保險公司的護士就是 之前我都有 Apply保險的時候 就是 Insurance 對 你Apply保險的時候 會有個 護士 或者有 Health Program的人 打電話給你 問一下 那些健康的狀況 然後就 有一個 questionnaire 然後就會傳給你 或者 我知道有其他保險公司的護士 是 就是 你買 然後就會 去你家裡 接觸一下 你的環境 接觸你的健康 然後 寫報告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例如 那些 旅行醫療 有一個 我知道 加拿大 去美國 和澳洲 的 旅行是傳統的 很多人都去 夏威夷 去澳洲 去那裡做幾個月 做幾個月 然後旅行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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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原來是這樣 我真的沒聽過 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 不是真的 做護士 就一定要在醫院 我明白 我明白 那 如果做護士的話 就是 你現在 這行 如果只是在醫院的話 或者 其實 全部是護士 你剛剛說的 到處去的護士 有Amazon護士 有 保安護士 也有 拿著護士 title 的人 有沒有說每年 或者每幾時 就要做一些進修 上一些課程 去確認自己的知識 是更新的 的呢 護士牌 每年都要續 每年續牌的時候 他 你都要寫 因為你有不同的 competency 然後 你每一年 就要選一個 選一個目標出來 選一個 competency 出來 然後 到你 年齡 改變你的牌 的時候 你就要說 你做了些什麼 去認識這個目標 或者 你學了些什麼 你怎樣 怎樣 可以保持著你的 練習 是 是 這樣 那 途中 就是 我每一年都會 去上課 因為 公司會 有 三天的 他會給你錢 去上課 那我就會報一些 我有興趣的課程 或者 那些 CPR 那些 要每年去 去 除了普通 基本的CPR 之外 還有一些 高級的CPR 我自己就會去讀 然後 醫護這行 經常有很多新 policy 你看 COVID 由一開始到現在 轉了多少二十次 那些 去告訴你 那些 不斷地轉 我們都要不斷地去留意 去學 去學 每次有 譬如 有一個新的 新的 機器 來的時候 我們要去學 接著 我們的教授 就會 傳出一些資料 出來 給我們去看 去做 現在 現在這陣子 公司在學 是我們 下年 會有一個新的 電腦系統 所以 長期都在學 嗯嗯 那就是 其實除了電腦 要不停地升級 我們自己 而你們這一行 護士都要不停地升級 自己 去確保 做的事 是安全的 尤其是現在 這個時候 那你剛剛說到 公司可能會付錢 給你補一些課程 自己有興趣的課程 可以選擇 去讀之外 呃 你們現在做這一行 就是做護士 啦 有沒有說 Benefit 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一些 Extra的Benefit 呢 你要 嗯 想要有Benefit 就是那些 Health insurance 那些 那些呢 你就要有 個position 才行啦 就是 好像剛才我說 如果你casual的時候 你就 沒有Benefit 但是 你有個position的時候 你就會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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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在眼 在眼 給錢買藥 會便宜些 那樣 但是 casual 那你Benefit 的時候 你自己都要出些錢的 那你casual 你沒有Benefit 的時候 他就不會扣你的錢 那你就 你賺的錢 就賺完 那些錢 除了扣稅之外 哦 那其實 某程度上 也有達到一個平衡 也有 但是 我之前casual 就自己出去買保險的時候 我給那個錢 就 包得不多 嗯 但是如果現在 租公司的保險 就包多些 但是又不用給那麼多錢 那現在我們說完 你的職業之後 我們就說回 住在加拿大 Calgary 其實是 怎樣的感覺 因為 剛剛 Wendy自己說了 剛剛好十年 你說 來了加拿大 那有什麼 是留住你在加拿大的呢 為什麼你沒有再回香港呢 而且 因為我知道你家人 其實都 就是 爸爸媽媽 不是在Calgary 跟我一樣 都還是在香港 為什麼還在這裡呢 為什麼不回去呢 因為 比較喜歡在Calgary的 生活模式 回香港 都很喜歡回香港 因為家人在那邊 然後又有很多東西玩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生活來說 我覺得 在香港的話 就會很繁忙 好像很 很 很忙 很多事情做 然後 之後 對 也有聽到 在香港做自己的朋友 說 他們的事情 都覺得 我都可以留在這裡做好一點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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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系統不同 那 這裡 Calgary 覺得 住得很舒服 就是 地方很大 外面地方有大 你看到很多樹 那 我 暫時 現在 居住那裡 和之前居住那裡 都是居住 那 一直居住在 現在居住在 半樓 之前居住在八樓 一直都高了 然後就看到很大的地 很大的天 然後 我長期 一看出窗口 就看到 Rocky Mountain 所以 就很漂亮 其實我喜歡 這麼近 就有這麼漂亮的 景色 嗯 嗯 非常之認同 因為 很多 例如香港人 來到這邊 人時 來找我朋友 來找我玩 很多人都會說 哇 好像現在落到飛機 天這麼大 好像沒有緣 一路去一路去 那就是因為 尤其是Calgary 地比較平 還有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所以 真的感覺上 人很渺小 雖然人很渺小 但是不是說 好像自己沒有 對這個世界 好像沒有幫助 那種渺小 而是覺得 哇 讚嘆這個 這個自然界 原來是 這麼大 自己是這麼小 就等於我們平時人時 可能去Banta Lake Louise 位於就在 山的中間 看到所有 被山為主的感覺 就是 就是 自己感受過 才能理解到 其實 在自然生態的環境之下 生長 去生活 是 多麼舒服 那 如果 你說 你有些朋友 都在香港那裏 做護士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 有沒有 聽完你的故事之後 有沒有說 啊 我也想過去加拿大 做護士 如果 他們這樣做的話 其實有沒有說 在加拿大 做護士要再考過牌呢 還是 那個程序會是怎樣呢 都有朋友看著 怎樣 怎樣來這裡 繼續做護士 我的知識 就是 你在香港 讀完大 學 做護士 的時候 來到加拿大 你就應該考上 那個牌 就可以了 但是 都要 你去那個省 去那個省 他的 那個 註冊 牌 那些 規則 因為每個省都不同 我想 Alberta 那個就是 你考了一個牌 就可以跟他們註冊 所以 你只要 讀完你剛剛四年讀的東西 然後 去考試 就可以了 哦 那就是要再讀過的 要由頭再讀過 才再考牌 溫回書 就是 自己溫 哦 就是 你不需要在加拿大 讀加拿大的 Nursing School 四年 你只不過是要 記得所有的東西 然後你考到 通過牌 那你就可以在那裏 做護士了 好 哦 我明白 那 剛剛說是 你中學過來的時候 然後留下讀書 然後一路做護士 那我知道 你現在呢 就已經是 真真正正的加拿大人 拿著加拿大護士 那 那究竟你的轉移是怎樣做到的 你是怎樣由 香港人的身份 變成加拿大人呢 拿到加拿大護士 哦 拿了PR OK 差不多 哈哈 那你是怎樣做 你是用哪種方法 你移民拿到PR 呢 拿PR 就是 透過結婚 跟著就 用 用結婚的證明 去拿個PR 那 那 之前也都試過自己 用份工去提供的 因為你知道有一份 工 就可以去提供這個PR 但是 那時候他沒有 沒有 accept到 那個 application 是因為 他要一個 fulltime的title 那你在加拿大做護士 就很難有一個fulltime的title 因為 大部分的人都是做part time 因為如果你做fulltime 就會很累 很辛苦 那 所以那時候application 他就沒有 accept到 但是 因為有幾個方法可以 application 入加拿大移民 那我application 就是application 那個省 那 如果當時那個省 不收我 那 又沒有結婚的話呢 也可以application 去 那 那個就要等久一點 其實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他會收到你 進來 加拿大 如果 如果 你有個 專業的時候 那 他們有 醫護 就長期都等人用的時候 那你只要 肯花時間 就應該OK 嗯嗯 其實真的肯做 就是 下定決心 想過來 想真的變成 我是來加拿大 拿pr 也好 下定決心 其實就會做到的 方法有很多 Wendy說的 ANIP Express Entry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其實 乖乖地去google 就已經 所有東西都已經出來了 其實很多東西都 可以自己apply 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 從頭到尾都自己做 由一開始第一份 student visa 都是自己做 那時候就是 在家裡 拿著一本字典 然後拿著一本 form 嘩 厲害啊 真的有心 真的什麼都做到 有頭 一定要做到 那 那你當時 決定要 在那裏 拿pr 申請移民的時候 那 但是你 家人還在香港 要來鄉別井 那些 那其實 你有沒有說 不捨得啊 有沒有說 家人會不會說 不如不要去啦 我也想念你 留下啦 那些 家人都很支持的 那 大家都想有個好一點的 future 那 那又不是 走了不見 然後現在科技又發達 那樣 就是都會有 維持著 Skype 就是 疫情之前 就會經常回香港 讀書的時候 就一兩年回來一次 那 讀完書之後 你有多些假 你有多些時間 的時候就會回去探望家人 那家人又來過幾次啊 那 都不會 都不會很 都不是很慘的 就是 有得見 大家都有 有些 希望 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我也認同 因為我自己 是 讀生女 那 我也是 和你差不多 那麼大的時候 過來這邊讀書 一開始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就是來到這邊的時候 要去 適應啊 的時候 會自己越來越想辦法去 獨立 那 現在到了今時今日的時候 某個程度上 很多事情都變成 是 知會一聲 家人就 走家人 他們也都相信我自己 搞定自己 也都不需要 某個程度上 我自己覺得 是skip了家人 去擔心自己的 這個 這個 而且很多事情都會習慣了 是 一直都是這樣 一直都是這樣 一直都是自己 都住了那麼久 哈哈 很多事情就 好像 是skip了一個 是 是啊 但是又不是說 skip了一個 period 就等於不好 只不過是 那個 period 裡面就是自己去摸索 我們自己去摸索 究竟 怎樣去做一個 照顧自己的人 然後 怎樣去 找到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好像Wendy 這樣 知道自己不想坐在辦公室 9-5 去對著電腦 按 所以就 去選擇去做 Nursing 那個 又很優惠的一個職業 那 那 說到這裡 不知道你身邊有沒有人 有時候會說想移民 回流 過來 我自己身邊 其實我開這個頻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身邊經常有人問 就是一年前左右 經常有人問 那我才知道 那我經常回答 同一個問題 回答這麼多次 那不如拍片吧 那 如果 叫你去給一些 建議 想移民過來 或者回流過來 加拿大也好 Kalegory也好 你會覺得 他們可能要準備些什麼 在過來之前 如果是想移民 的話 就要 了解一下 不同省的東西 就是 看下你自己的興趣 是些什麼 看下你想去哪裡 因為不同省 真的有很多 不同的分別 就是 Kalegory就好像 叫做 無聊一些 就是少一些 那些 那些 逛街啊 或者是 很多 就沒有那些 很多東西玩 之類的 那些 但是 Kalegory有的 就是 一個很美的 outdoor 就是 很多 很多 在Kalegory的活動 都是出去 走山啊 看一下湖啊 出去 在冰的湖上 留下冰啊 這樣 但是 相比起 我之前去溫哥華旅行的時候 就 就好像一個 一個 一個 放大 把地方放大了的 一個香港 就是 都有那些 很多東西吃啊 很多東西玩啊 很多東西看啊 然後 之後 就是 聽起來就覺得 多洪多啊 溫哥華那些地方 就好像 大 就是 City多些 多些東西做 那我覺得 那些人要知道自己 自己 自己 喜歡些什麼 就是會不會接受到 來到 Kalegory的時候 有 這個 由 十月到 四月五月 都是冰天雪地 外面都是堆滿雪的時候 那就是 看看你自己 喜歡做些什麼 還有你會不適應到 這個地方 就是 我見到 有人 很喜歡 Kalegory這個地方 也是很 很喜歡去做一些 外地的事情 但是 我也都認識到一些 人來到Kalegory之後 就覺得很悶啊 沒有工作啊 然後就不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City的時候 就會搬去其他地方 是啊 所以 Wendy說得對 就是自己 一定要做過 Research 知道自己 想去的城市 還有 我覺得最有效的 真的要過來 看看這邊的環境 可不可以 適不適合自己 Kalegory的話 其實 我覺得 怎麼說呢 你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都有不同的 一些景象 給你看 尤其是 因為我們很近 Lewisa 那些景 完全不一樣 就是 夏天和冬天 好像去到完全不同的地方 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很享受的 一件事 隨時 可能 放過架 可以 駕駛幾兩小時的車 然後出去 看看湖 讚嘆一下 這個世界挺漂亮的 或者像Wendy 那樣 弄一下Cookie 哈哈 在家裡 挺好的 那 你剛才說 10月 差不多 10月開始下雪 10月11月左右 今年好像遲了一點 到 我們可能 3 4 5月 落下 落下 那 對你來說 Wendy 你覺得 其實 住在Kalegory 是不是真的很冷 這個有經常聽到的 就是 Kalegory啊 我真的無法離開 我記得有些觀眾 不過好像不是經常看我的影片 只是看了一段影片 然後她就說 嘩 Kalegory 我去了 一個月 我無法離開 我馬上離開 但是她來的時候 好像是11月 還是怎樣 那時候 零下四十度 但是其實 她很幸運 對 她真的很幸運 哈哈 你覺得 這裡是不是真的很冷 是不是真的很 很可怕呢 其實 嗯 冷 是冷的 那你會習慣的嘛 嗯 一開始習慣 習慣得最快的就是 第一年在Sharp 我 扶三四十度的時候 你還要 冷著這樣走 哈哈 哈哈 真的嗎 真可憐啊 那你沒有車啊 大哥 就是你走巴 那你其他時候會走 哦 對呀 我記得有效巴的嘛 哈哈 哈哈 不是很需要走的 你冷 每年 你會習慣的冷 就是你冷 我們現在 今年很幸運 只是 冷了 先冷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下了很多雪 但是都不是很冷 一直都很暖 那今年就 那上年我記得最冷的就是 好像有 兩個星期 還是三個星期 都是一直 二十度 三十度 那些時間 就是穿多些衣服 那你出去 你去到其他不同地方 你有暖氣 就是你 回到公司 你去到商場 也有暖氣 那你就 在外面的時候 穿多些衣服 還有你在這裏開車呢 那你通常在這裏 都不會很冷的 那我自己都 我自己都乘巴士上班 因為很近 那就算是 三四十度 我都是穿多幾件衣服 然後出去等巴士 都可以 就是你 你習慣到就可以了 還有你 都通常 只是冷 幾個星期 然後其他時間 都是負十度 或者以上 這陣子就 就保持0度 加1兩度 加減1兩度 加減1兩度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很舒服 然後 重點是 夏天呢 超級舒服 因為夏天 一直都是 十幾二十度 然後 太陽又曬著 然後你就可以 坐在外面 整天都不會 熱到發瘋 是啊 這個我也很 很認同 夏天的時候 不會像香港那樣 熱到你 你一走出 有冷氣的地方 你那個人就開始溶 不知道我哪裡來的 那些學運 開始就黏了 真的 不一樣的 還有 怎麼說呢 Wendy也說得對 來到 就慢慢就會適應 就算是零下 其實有 如果零下二三十度的話 又沒有COVID的話 如果真的要去 出去上班的人的話 有時候會直接 公司就說 今天就 因為Snow Day 不用上班了 要不就從家 要不就算了 你不用上班了 遲些再回來 因為 說到這邊的 一些 Working culture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公司是會照顧 員工的 心理狀況 和生理狀況 不會完全說 公司要賺錢 所以你就要 做完這些事情 公司是真的會體會到 你真正人的需要 而且剛剛說過 Wendy 也有說 上班 全班的話 是會有利益的 看眼 眼鏡 洗牙 甚至是按摩 這些全部 有利益 會幫你 每年有些 公司可以在公司 幫你付這些錢 你不需要付這些錢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 工作上的文化 是有這些不一樣的 我們說完 冷 以及 其實你會乘巴士上班 你自己覺得 交通方面 在Calgary 你覺得是怎樣的 嗯 嗯 交通一點都不好 哈哈哈哈 但是 我一直 因為我一向都要 周圍搬來搬去 有成 我 我做的事 在哪裏 我通常都住近 譬如讀大學的時候 在South 不是搬去 在South 我一直都住得很 和自己 經常去的地方很近 打巴士都沒什麼所謂 我通常都是一程車 我通常都 只是搬一程車 哈哈 那很近就 都方便的 你只要巴士肯掌視你 你不是下超級大雪之後 那一天要出去的話 就OK 因為 你剛剛 前幾星期下完大雪之後 我門口的巴士都固定在那裏 然後搞了很久 然後又要拖車 又要鏟雪車 搞了很久 那些巴士才動不動 那通常那些時候呢 我就會 欸 我一程車 你用 哈哈 我可能其實你自己都是 你會開車 但你真的少開車 就寧願 乘巴士 嗯 上班 爬車 貴的嘛 哦 那都這麼近 我一程車 然後之後 有時 上班 或者下班 Andra有空 有空 那就不用爬車 那些什麼 嗯 嗯 我自己的經歷呢 就是 我曾經都有搭過巴士的 但是 嗯 說真的一句 真的 如果你 看著的觀眾 或者聽著的觀眾 打算過來這邊生活 真的要知道 在Kalegory呢 最好真的有個車牌 還有一架車的 你不一定要 整家人 每人都有一架車 但你起碼都要有一架 因為 剛剛 Wendy 有說 有時候巴士可能會 在雪裡面 冬天的時候 那就 比較麻煩 你就可能 未必 Point A 去到Point B 那麼快 還有這邊 就是巴士的班次 都 除非是 Rush Hour 可能會多些 但是有時候 班次都幾疏落 還有它未必會準時 雖然現在呢 比起以前是好些 因為它會有 Schedule 你可以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 可能都會離開的 巴士 不知為什麼 不見了 所以 記得 記得 要來到 就要考牌 如果你在香港本身 有個國際牌的話 其實 可以 直接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來到這邊 就去 Registry 那裡 然後 考筆試 立即就可以在這裡 考路試 轉做加拿大牌的 那就不用等 因為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在加拿大 或者在Calgary 來說 就 本身 你要考完筆試 一年之後 才可以考路試 但是如果你拿著 香港 或者是 國際牌 國際牌 不是香港牌 來到這邊 你可以直接一條龍 這樣做完 就不用等過一年 那 Wendy 剛剛你說到 交通上 你平時會搭巴士 不上班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 是不是都在開車多 呢 是 上班的時候 就 不會搭巴士 除了 除了 下班 除了醫院 要付錢 泊車 其他地方都不用付錢 泊車 那幹嘛 泊車 是啊 這個真是重 因為香港的話 每個地方都要付錢 泊車 而且你不是說付錢 你就能泊到車 因為 都 很多人有車 其實我不太明白 在香港怎樣需要車 但有些人喜歡 要開 那 這邊的分別就是這樣 可能是醫院 下班 有些真的貴 我自己覺得 可能 就算是 一日 二三十元 都要的 我們說完 天氣 交通 那 對於你來說 Wendy 你平時放假的時候 因為你剛剛說 你做護士 有些人可能 直踩很多天要上班 突然之間 又可以整個星期 或者連續幾天放假 那這些時間 你自己 會用來做什麼呢 即在Kalegory來說 你會 你會 有些什麼 娛樂 蕭閒 不一定要娛樂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人 都會想 沒事做 就一定不好玩 其實有些人未必是真的玩 對你來說 放假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消磨你的時間 放假 即如果 我放假 然後 其他朋友 有放假 即Andrew 有放假的時候 天氣也好 我們會出去 出去走 即 有時就 開車出去 去行山 即很近 你一個小時 去到Kalanski 就已經 有 很多條街 可以走 如果 你只要有一個星期日 星期六 下午 我們 都會 在城市裡面 出去走 城市裡面 都有一些 很小的路 你可以走 或者 到下層走 看看風景 冬天 會去玩雪 去滑雪 去滑雪 很近而已 滑雪 不過越來越貴 但是 都會去一下 對 對 通常 通常都會 約一下朋友 即COVID之前 都會約一下朋友 出去 吃點東西 接著 我覺得 很不同的 就是 在香港很多 你可以和朋友出去玩的地方 但是 當這個世界 還是正常的時候 在Kalanski 很多時候 都是去朋友家裡玩 很多都是去派對一起吃東西 玩一下 打電話 打電話 聊聊天 即 House party 是 我來到之後發現 原來可以做這些事情 即不一定要出街 是的 我想 那個分別就是在於 因為香港很多 人家裡很小 沒有辦法 即不是沒有辦法 要找工作 可能要向外發展 就不能在家裡發展 即是幾百尺 就頂了 大部分人都在幾百尺 家裡 千多尺 都已經算是大了 那 沒有得容納 那麼多人的時候 就出去唱機 吃飯 逛街 即其實 如果你真的說 像你所說 COVID之前 正常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在唱機 逛街 這裡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我們多一件事 就是 House party 打火鍋 桌子可以很大 坐很多人 可以去 開賭局 即是打麻將 又可以 甚至是 House party 可能大到 因為大部分人 如果是說住House的話 通常有兩個 聽過飯 聽過客廳 甚至一個bonus room 如果一群人去到家 其實可以 甚至是分開兩群人 一群人在樓上 玩棍子 一群人在樓下 打火鍋 或者看電視 不是看電視 又可以 其實 生活根本 跟香港 很不同 很不一樣 說到最後 差不多 想問問Wendy 我知道你在這裡 已經這麼久了 看你 都是繼續留下來的 如果說未來 你會不會繼續留在 Kalegory 還是你會去其他地方 發展 無論是 溫哥華 多人多 甚至是衝出 加拿大 你有沒有一個方向 或者計劃呢 都沒有 都沒有 暫時都會留下來 那我工作 到處都可以 看看 可能 翌日 可能 Andry 有其他工 或者其他 可能性 的時候 我去哪裏都可以 是啊 聽你這麼說 你其實做護士 去其他國家 甚至 都可以 OK 好 今天就非常 謝謝Wendy 再次謝謝Wendy 繼續 這麼勇敢去做 我們的前線醫護 還有 繼續 加油 要保持 你的健康狀態 那 如果大家 有什麼問題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那我 看到那個留言 問完Wendy 就會回覆大家 或者如果Wendy有興趣 都可以自己回覆的 那 對了 多謝收看 那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等待會兒 下次見